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你對波鞋好啊 排一個觀眾的問題是 問如何能夠練腹肌平衡一點 意思是排得整齊一點 所有人都想自己的腹肌 齊得好像朱古力那樣的 我覺得是沒可能的 其實就是 每個人天生肌肉的文理 已經定型了 腹肌的排列一出勢 都已經定型了 不過你仍然可以用飲食控制去修身 令腹肌的線條更加明顯 但是你就不可能用鍛鍊的方式 去改變腹肌的排位 如果你真的練到又整齊又平衡 那是你命水來的 我真的恭喜你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說 我的腹肌很整齊 真的不是粒粒粒整齊 很厲害 但是如果你的腹肌真的有這麼齊 這個真的是你的命水 如果沒有也不用哭 我看過很多不同種類的腹肌 很多很多不同種類 四個也有 八個也有 好像這麼漂亮的也有 但是 但是什麼都好 完全看你的體肌有多低 還有你也有多乾身 如果你覺得自己不夠明顯 你可以練大一點 如果你看過旁邊的腹肌 夠夠的 又大又實 你是可以令腹肌更加厚實 更加清晰 那些線條全部都爆出來 當然是經過飲食用鍛鍊 你看過我的影片 都知道我喜歡用腹肌去玩 那我才可以令到他們更加清晰 蛤 所有方法 各種各樣 都好像我自己說 但是 我就沒有用什麼特別方法去調整 還有排好它的位置 那我天生就是這樣 或者 你天生只有六塊 你不可以很神奇 練到八塊 不可以的 你可以操勁一點 但是你不會 無緣無故多了一塊 你以為你是降幅嗎 如果你真的做到 我真的很想見一下 寫照片看看 怎麼做到 我真的沒見過 總之事實就是這樣 投放所有你自己有的 然後一起推進 全力以赴做到自己最好的 用最好的方法 就是改進你自己的飲食控制 一定要嚴格執行 還有堅持不停去鍛鍊 好像有時候 我要出席一些活動 我不是24小時的腹肌 都在作戰狀態 不會整天都保持乾身 睡覺的時候 我放鬆的時候 我自己也有家癢 我也要休息 我也要正常的飲食 不會整天都在最佳狀態 但是要我出動的時候 準備作戰的時候 我就會收回身 轉去嚴格的模式 再次控制我飲食的控制 那些線條自然會出來了 所以只要你控制好飲食 再重新全程投入訓練 他們會再鬆出來 再回到最佳狀態 我可以給你練腹的建議 就是我經常都說 我是胸肚的練腹支持者 就是說我早上起床的時候 胸肚就會開始粗了 這樣可以令腹肌收縮得更加好 感應也更加好 當你還沒有下肚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你的收縮 你的動態和你的幅度 受到限制 對我挺有效的 我每天早上起床都會這樣做 我除了練腹之外 我還會做掌上壓 大概做二至三百幾下 這樣對我的腹肌也很有幫助 有時候我就不會這樣做 如果那天有攝影的工序 我要最佳的狀態給別人看 就千萬不要在那一天或前一天去做 新孩子經常做這些 你練完那幅之後 最少要給他三天時間去放鬆 最重要是飲食控制 之後那幅肌收縮就會很漂亮 這就是我唯一練腹肌 我可以給你的建議 但如果你想知道 如何神奇地變漂亮那幅肌 或者令你的下幅再生長 你真是死定了 或者你想那幅齊齊齊齊 排位兩邊好像照鏡一樣 這個玩法我真的勸你回去看醫生 你只可以練好你本身有的 盡力收身把它突顯出來 如果真的排得夠齊 你幸好恭喜你 但就算不是 其實已經很好 因為你已經很乾身 線條都出來了 體型也很好 所以真的不要緊 不過人始終都是大人貪 但只要你長期遵守食和練 以及我給你操腹的提示 你一定可以改進到 嗯? 很同意 就算你怎麼操 很難把腹肌操得這麼齊齊齊齊 但可以把你本身的操腹爆一爆 找找找找幫你操 如果你可以調整到你肌肉的排位 整個世界都是冠軍級形態 大家都在這種情況下 做什麼 我想我的手臂也變硬 另一隻也變硬 這個個位置會變得 aun 如果你真的可以將你身體每層其作處 全部都可以手臂 那個個女人也像藝術品一樣 那很多人也像藝術品那樣 那些人用了那麼辛苦 其實所有人都想把每個部位練到很完美很平衡 很搞笑的是 其實整個健秘生涯都是追著這個目標 就是把每一部分肌肉的大小 二頭小腿都粗得差不多 你的空肌要配合肩膀 所有人都追著這件事 但是是不是究竟人做到呢 這個是很有趣的地方 這個是最值得我們享受追著的過程 不斷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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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下一步是怎樣 之後又怎樣 所以我覺得你要拘捕自己有的東西 健身健美是不會有打爆肌的 這個是一個生活模式 就是不停地前進 就算是傳奇的王者 有怎樣漂亮的身材也好 他們都會告訴你他們的弱點 有些地方是他們一定經常做的 去令到那些較弱的部位去到某個級數 去配合其他身體的部位 所以健身是不會有緣的一天 我們都會繼續前進 會繼續盡力完善我們身體的每一部分 可能到了20至30年後 有人會擁有一副很完美的體態 你會看到會嘴巴 但是他一樣會告訴你他有什麼弱點 他要怎樣去確定它 但這個就是看你怎樣去展示你的體態 所以鍛鍊好你自己所擁有的 盡自己所能夠做的一切 發展到極限 這就是你要做的事 還有要操得開心 無論如何